80年代的台灣同胞心想祖國能夠盡早統一 但是不敢行動 這幾年來我們的科技發展 各個方面的經濟發展 對台灣的促進很大 我已經來北京定居38年了 我兒子回去每一個他們的同學都說 你爸爸你媽媽真有眼光 你們最幸福了 我叫張金鳳 1944年生於台灣台北 然後1984年跟我先生謝宇辰 帶三個小孩從台灣回到祖國大陸定居的 很幸運 當發布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我們正在香港 朋友機場接我們的車子上 聽到了廣播 謝宇辰就很激動 他說我們的機會來了 看這個情況會打破禁忌了 我公公謝宇辰他爸爸 從小就經常跟他們講 五兄弟裡面哪一個有機會 所以能回大陸唐山去看看 那我們的根我們的祖還是從那邊來的 在這個業績條發布了以後 我們更積極地 積極地想要回來定居 一直到84年才辦成功 當初台灣還是在戒嚴當中 不是怕被當局發現又扣回去 扣回去就去唱立島小樂曲 我們進到廣州的海關的時候 證件都是半單次的 那一年就正好碰到35周年國慶大遊行 我跟謝島被邀請到紅台關里 我跟謝島在天安門底下 向海外同胞 台灣同胞問號 這個一撥出去 謝島哥哥在美國 我是大嫂看到了 打電話來了 關心了 我說不會我們過得很好 你們放心 我說歡迎華僑也歡迎我們台灣同胞 那個時候台灣的電影可以說是底盛 一年可以拍300多部 謝島是導演 我是製片人 為了照顧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自主的跟任何場 都可以一起合作 用合拍的方式 盡量把台灣的人民的生活 以比較接地氣的生活情況 反映出來 結果第一部戲夜行貨車 我們就很轟動 第二部戲又拍的是望春風 是跟北影拍的 回來定居的 都寄住在這邊 那我這個裝修就以台灣的風格 跟我們台灣的住家相似 你看這一張照片就是我在台灣的家 那個時候小孩子還這麼小 我們這個荒薯屋是從我們後院的樹皮裡面 掉下來的 謝島把它捲起來 當作台灣的荒薯小屋 八青年開放以後 我的三哥三嫂 第一次到北京來 在家裡就吃飯 他二話不說先到廚房打開我冰箱看 他說還蠻豐富的 然後我兒子說我們還有冰櫃 有大冰櫃 就給他冰櫃看 說我們吃不成問題 不像台灣說的 吃草跟樹皮 過了差不多兩年 我們才禮物團 慢慢的一團一團的帶進來 剛開放的時候 我們稍微統計一下 一個月將近有一千多來人 這當中都聊得很開心 謝島他很會跟他們講 我們這裡的一種制度 各個方面 像我們只是取到一個民間的牽線大橋的作用 他們只要看到我們的情況 他們就已經了解了 謝島在政協的時候 2007年提出的建議 把台灣同胞視為自己的同胞 就也是發一張身份證的卡 減少簽證的環繞 到現在已經實現了 特別的開心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 兩岸關係的義工 誰來找我們 我們都義無反顧的 雖然他爸爸只先走一步 但是他說你要督導個小孩 繼續 兩岸沒有統一之前 你繼續要再做下去